是梵高在安二的露天咖啡里面的场景 那么我想同学们现在请戴上头盔 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 在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 梵高这个时代 安二的露天咖啡馆是什么样子 梵高和高跟 在这个安二的咖啡馆一起生活了62天 画了190幅剧种 齐齐多多都是世界民众 那么它是个高产的 在这段时间是高产的 那么在这个咖啡馆里面 我们看到了几十幅梵高的民众 就是各个角度 现在你都看到这都是梵高的一些民众 这种梵高的字画下 这种梵高的字画下 这是同学们在探索 阿尔的业界的咖啡馆 它们所看到的当时的咖啡馆的场景 那么在这个探索中 我们要求的学生 要寻找二的咖啡馆 那个梵高的字画下 要寻找到相思葵 梵高的最著名的画作 相思葵 那么我们还希望同学们探索到 梵高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 那么这部相思葵 就是它在这个地方创作的 总共有十一幅 现在在梵高总统馆 剩下最有一幅 它的原作 那么它喜欢用这个黄色 来表达它的一个很欢快的心情 它下去的时候 是很欢快的这个心情 那么这也是梵高的另外一幅 非常著名的星夜 那么大家看到了它用黄色 非常夸张地表达了这个星夜的夜空 这种星星带来的光火麻雅等等 那么这一次呢 我和再次同学们带上 可会进入虚拟世界 看一下当时 梵高是怎样看到了星空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把这个星空给它夸大成 这样的一种 后印象牌的这样的一种作画 而且是带着这样的一个黄色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本产品将梵高的瓦为平面 你要看出去 因为呢 它是在窗户的外表 你才能看到星空 进入到梵高的画作中 星空上面的那个 花的这个昏黄的灯光 这是梵高 在重复它当时的场地 这是它看到了 灯光里面 翻出来的这种光圈 和它的这个星空 这是它的直画像 这是梵高著名的这个直画像 那么梵高和高跟 整个在这个地方大概62天 他们两个人 最后呢 因为性格的不同 因为对画的颜色的解释的不同 因为对整个的这种 这种艺术家 这种追求的诉求不同 他们两个 以梵高跟 把梵高的耳朵 留下一只 惨败结局 那么这是梵高 画的两部作品 著名的作品 高跟的一只 和梵高的一只 这个颜色你已经看到了 是非常的悲惨 这个体现了 他这个时候的心情 那么同学们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一看 梵高他当时 在阿尔的咖啡馆里面的生活环境 是怎样的 这是梵高 他自己的画作 他自己的这个卧室寝室 然后呢 我们从窗户里面看出去 以后呢 这是梵高 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幅画 但是梵高他自己喜欢的最美好的一幅画 同样的 以黄色为伎俩 以法则南部仁村 在金色的收购期间 看到了好多一春为几两 这样的一个 一个美丽的画 他的墙上有他的字画下 那么每一幅画是可以拿起来 并且可以再现购买 但是我们圆座 也可以拿来拍板 舒适笔也可以拿来拍板 那么今天这几课 关于后译上台 可以在里面摇一摇 以梵高为代表 后译上台的发展这几课就讲了 那么我们下一课 讲这个大概和他提醒了 差不多300天以前的春宏 我们敦煌的实话实乎 和我们的敦煌的对话 我们这一讲已经完成了 那个我想 我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讲了 一阶四五分钟的一个美术西藏课 也许在虚拟现实世界里面 以上是这样来讲的 当然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如果说我们再讲 汽车修里我们要讲引擎 我们这个引擎部件是怎样的 等等等等 那么外来教育呢 我们建立了一个云听台 支持第三方 把它的课件内容上传上来 然后同时我们部署到 中国的大学和大砖 大砖音校里面去 包括今后的K12的学校里面去 那么去应用 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同学们在这样的一个 虚拟现实的教室 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来上这份课 来上这份课的一个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设备 现在已经在几十个学校里面进行了募集 那么在整个的虚拟现实的环境下面 我们出现了四种创新的VR教学模式 那么第一种就是我们的老师第一视角 也就是说老师戴上的头盔 然后在屏幕上把老师进行的探索 展示给学生 展示给学生 第二种就是学生第一视角 那么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同学们去探索 那么学生戴上的头盔去探索 那么第三种是老师第三视角 老师第三视角我马上会用一个视频 来放给大家看 也就是说我要把老师在虚拟现实里面的动作 要把它放到虚拟现实里面去 第四就是学生第一视角 学生要进行移动 要进行视讯 他要动作 那么这个地方就给大家解释了 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的关系 这是老师第一视角 他在做手术 这是老师第三视角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 老师在虚拟现实里面怎么做手术 因为他的动作 他的这种步骤等等 那么这是第一视角 这是第三视角 这就是给大家介绍了 第一视角第三视角的关系 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式 那么这个第二个主角 我要关心的是视频 那么视频怎么做呢 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认为 在虚拟现实空间里面 大家的同学们一个视频环境 要发现这样一个视频环境 那么这个视频环境应该是多样化 像这个前面一种视频环境 这样一个视频环境是多样化的 我们现在有批准 实际环境的一种设理 那么我们现在和第三方 那个内容提供商一起 我们联合 开发了若干的 我们认为是三种级的应用 比如说这一款叫喷漆 我们看到了喷漆完了以后 我们能分析很多的数据 因为它需要 在训练一个喷漆功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要素 那个喷嘴 你那个表面的这个距离要横距 那个要垂直于表面 要横竖移动 租入像这样的一些要素 那么我们在玩了以后 我们能跟着时间走 我们能够看出来 到底这个学生 他训练的怎么样 最后打一个分 那么右下图呢 实际上就给了一个热力图 喷的这个气 是不是均匀 昨天晚上 刚才汤博尼斯还在讲 关于公司的喷漆功 是拿一个旧的飞机 真的飞机上去训练 不需要这个训练 就用这个系统 第二系统就给训练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是 左边是个喷漆箱 右边是个电焊墙 它是真实的一个 喷漆箱和电焊墙 它的重心 形状 重力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在对汽车的一个门 进行喷漆 那么 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在虚拟事件里面就是喷漆 你看它的右边停长了以后 我们的流梯动力学 也建立起来了 它会往下游 那么你看它的右边和下边 停的时间太长了 也没有喷多了 这个就不用说了 那么 喷完了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右下的热力图 右边和下面都是红的 那就是喷着太波了 喷着不均匀 那么刚才讲到的 左边这几个参数 都是非常重要 我们再看一看 其他的几个 这是电汗 电汗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工种 知道吗 知道吗 这是汽车修理 我们可以像汽车修理厂一样 到汽车里面去看看它的过程 看看这个引擎 看看它的固件 我们现在大概把几款引擎 真实的引擎 把它拆开了 然后呢 学生可以拆开来把它再装回去 在这个虚拟现实空间里面 那么 这些工作 在虚拟现实之前 可能已经不可能了 比如说电焊 没有人愿意再 因为这是超超压的 这个会出现生命危险的 现在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最害怕 就是要承担承认 所以说就没有人再敢去做这个事情了 喷漆也不可能做了 因为喷漆第一 漆固化以后是有毒的 第二 这个很多人同时在固化的时候 可能会到领导里 第三漆很贵 第四 被盘的东西也很贵 第五 第五 刚才说要摸一枚鸡那很贵 对吧 第五 因为要去喷漆的话 要剩余时间 要在很不方便的时间 大家像上课一样的以上 我这个别在家里做 别在肉的时候做 第六 这个 需要一个老师 只能带三个五个学生 然后那个老师在带学生 他也没有办法告诉学生 你到底是哪个地方喷错 没法给你这笔图 没法跟你说 你的角度不对啊 或者等等 那么我们对这个 焊接 和 传统方案 和虚拟现实方案 做了个比较 那么不管是从安全性 方便性 初始投入成本 那个消耗性运营成本 维护虚拟现实 成本 场地的要求 所需的老师 评判的标准 光注思导 培养的效果 大概还有一些其他的助理 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 且序话案 都打败了传统这些话案 这是一场成立 当所有的 这些metrics 我们在虚拟现实空间里面 都打败了传统方案的时候 这毫无疑问 是一场革命 没有其他选择了 所以说我们认为 目前 我们已经有大概将近十款 这种叫做杀手提应 然后我们在每个月 在一款新的杀手提应用的速度 再增加 所以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 这个教育培训的杀手提应用 那么在大学里面 老师很在乎科研 那么毫无疑问 我要教育 在这个HTC 我们一起 向我们老师们提供了很多的 enabling infrastructure 来 这种科研的实验室 来帮助老师 比如说这个是个全体建模 我们可以帮助学校做全体建模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谷歌SPR一样 那么它需要建模 谷歌SPR在中国大陆是新的 是没有的 因为没有这个所有的建模数据 很遗憾 那比如说这是精彩建模实验室等等等等 那么人才是最齐全的 那么威尔教育同时建立了人才 这是我们和unreal 这个epic game的这个创始人 Tim Sweeney 上面那个第二个 左边第二个 还有那个online 我们一起探讨了 来启动这个在中国 大面积的深度的启动 unreal的这个建模 这个公司这方面的培训 更重大的是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 VI教育和虚拟现实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航空阿联大学 宣布做虚拟现实教育的 用新机制举办虚拟现实专业 明年我们将大规模举办 我们明年预期会超过一千个研究生进入这个专业 所以说会帮助我们的内容产业 人才的短缺 解决我们人才的短缺 内容专业能够启动 这个已经刚刚发布 上个星期我们刚刚发布了这个专业 那么 欧业教育同时还做了大 开始在做工程师的培训 就是做这种建模工程师啊 还有这个美术工程师啊 这方面的培训了 那么我们也和广西外国学院 非爱虚拟现实学院 和大连艺术学院 非爱虚拟现实学院 建立了两种专门的虚拟现实学院 而且还在持续的建设之中 也就是从本科生和研究生 我们在大量级的在中国培养 我们的工程师 来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 和来解决我们的这个内容 经过这个内容短缺的问题 所以说把中国建成一个人才丰富 内容丰富 真正的做出这样的一个 就是超越啊 就是在全世界 这个成立具定位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这个VR一致教育先行 VR教育的解决方案 也得到我们领导的特别的关心 当时总理来 王阳总理来 说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方案 说这个五分钟的一个视察 就把它花了四五分钟 详细的来体验了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 而且认为虚拟现实 就如同我们以前讲到的互联网一样 是最好的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 帮扶落户地区 追赶这种发达地区 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我也非常高兴地给大家宣布 就是说我们HTC 还有这个维生集团 还有我们一起 在贵州做的一个贵州圣法职业学院 一个扶贫的一个职业学院 将在今年六月份 全面的部署 应该说我们看得到的 世界上看得到的 最先进的 区域现实的教育解决方案 欢迎大家到时候六月份 利临贵阳 五地区域现实的一个小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